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警队一哥李明奎 被许多香港人称为一代儒将 他任警务处处长期间 有很多作为被传为佳话 如今面对镜头 回顾35年的警队生涯 却从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说起 大学男球队的校内 它也是相关警察男球队的校内 上课之后 我就跟警察男球队来一块 念球 打球 然后参加了他们的男球队 那两年之后我毕业了 需要缴工作 很激然就当了警察 李明奎1972年加入香港警队 他回忆称 自己是在香港警队声名狼藉之时加入的 上世纪70年代初 香港鱼路混杂 彼时廉政公署尚未成立 警队乃至香港全社会 都行政效率低下 贪腐严重 这句话为李明奎敲响了警钟 在此后的35年里 他从被人带动去改革 到参与改革 再到自己成为管理层去领导改革 亲历了香港警队 一步一步变成一支高水平 有专业 讲理想的警队 然而 改革开放之后 香港回归之前 香港的社会治安局面 给这支队伍出了个难题 内地改革开放之后 有很多香港的匪谤 和内地的不法分子 联手到香港来翻案 当时在香港 有拿AK47抢劫的 拿手雷抢劫的都有 我们很幸运 因为内地的公安部门 其实在这段时期 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我就深深感受到 内地的公安人员 对香港治安 做出的贡献 做出的帮助 两地执法部门的接触 从回归前的 跨境犯罪个案查办 到回归后 逐步密切交流 李明辉亦是一个 有力的见证者 作为香港回归 安保工作的总指挥 李明辉在与 内地公安的工作接触中 深深被其爱国情怀所打动 97年香港回归 我是香港回归 一些安保工作的总指挥 和内地公安朋友 一块工作 对他们的工作态度 工作水平 也非常的佩服 老师跟我的老同事说 你们一定要学习 内地公安朋友的 爱国的情怀 出于对内地执法人员 过去种种协助的感激 及爱国情怀的趋势 当李明辉从警队退休 便义务担任香港 公共行政学院的院长 为内地政府及企业 培训优秀的高级公共行政 及管理人才 并推动包括香港警务人员 在内的两地公务员的交流 学习 学院成功举办了超过400期 触及或以上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 主要是希望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平台 为内地培训一些高级的公共行政管理人才 2019年修理风波引致的广泛暴力冲突 持续长于一年 围绕警队的致命攻击 恶意诋毁 规模前所未见 我认识的不少朋友都说 现在当警察不容易 还把扎人都带到建墙上 这实是真的 有很多警察的籍侣 警察的孩子 在宿舍 住了住地 在学校 也受到欺凌 所以我觉得这台警 我们有机会应该帮助他们 作为曾经参与领导警队改革的议员 李明奎见证的警队从名声扫地 逐步成为亚洲最佳 深知一切得来不易 他迫切地想为服务了半生的警队 出一份力 这时酷爱作画的太太 表示愿意拍卖自己的画作 为警察子女做些有意义的帮助 我们筹了大概30多万吧 考虑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工作 比如说带孩子们到那里去看一看 我太太也非常的同意 所以我们都把这笔钱用若 安排警察的纪律 假期的时候到那里去参观 尤其是参观那里的一些历史文化 一些城市发展 科技的发展 让他们开心一点 也可以透过这些活动 让他们对内地多一点认识 从警时铁骨蒸蒸 退休后温情回报 李明奎说 35年的警察生涯中什么都看过了 退休后只想过平淡的生活 但35年的工作经验还要继续分享 我是中国人 虽然我在香港出生 我出生的时候是英国人管制的地方 但是我始终是黑头发 王培夫 现在的头发白了 王培夫的中国人 所以我对香港的感情 其实跟我对国家的感情一样 有机会 我希望我尽有的力去贡献